哈喽大家好我是Jenny 今天这支视频呢是一支免税店购物分享视频 那上一次其实我回国的时候就有不少朋友私心 我说想看看每一次我从韩国回到中国都从免税店买哪些东西 但是上一次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最后就没有拍成这个视频 所以这一次呢虽然是暂时性的回国 但是呢还是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我这一次都从免税店淘到哪些东西 如果说你将来韩国旅行的话希望对你的购物有所帮助 那我们就分享歌说赶紧开始进行的视频吧 首先要跟大家说明的是其实每次我从免税店买东西 基本上都是用自己攒下来的钱或者是一些奖学金来购买的 所以说每次买东西其实并不多 但是这一次呢因为我收到了我在韩国第一次申请到的财团奖学金 那关于财团奖学金怎么申请或者是一些获解性的方法呢 等将来通过Vlog视频也会再分享给大家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单纯来分享一下我都买的一些东西 首先第一类我先给大家分享的产品呢 是我买的一些护肤保养类的产品 第一样产品呢我哪有什么就说什么了啊 是这个来自于D家庭的这款修复精华 是他们家的西咖西咖配尔这个系列的 然后这个系列的产品呢我就不跟大家多说什么了 经常看我Vlog视频的朋友们都知道 我这个产品在我的视频里已经出现过很多很多次了 顺着我们朋友们怀疑我是不是什么广告植入啊 我要是哪天能做到D家庭都来找我打广告的话 我觉得那我的频道真的是成功了 真的不是啊 这都是我自己购买的产品 然后之前我在美学店买这种小瓶装 就这种稍微小一点的瓶子 这个是多少毫升的 这个是30毫升的 然后他们家现在全部改版升级为这种50毫升的 其实我觉得这是不错的 因为说实话这个30毫升对于我来说 一个月最多一个半就用完了 所以说他们家现在换成50毫升装的 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然后我还买了他们家同款的这个面霜 对这个精华跟这个面霜的组合 我之前在Vlog里面也说过很多次 然后我自己也有在用他们家的这个面霜 就这个基本上已经被我用了差不多了 他们家面霜比较好的是都是这种 我觉得这种像牙膏一样的挤出来这种 我觉得比起那种用手瓦呀 然后用小勺子瓦呀 更加的卫生方便一点吧 然后说完了这两款产品之后 我们来说一下这次我买了一款眼霜 我之前用的一直是那款科研式的 应该是牛油果的吧眼霜 然后那款眼霜呢我用了很长一段时间 就是因为我自己比较懒 而且记性不是很好 就是我老是忘记最后用眼霜的步骤 但是我的眼睛大家应该能看到每次我化妆的时候底下都有卡纹嘛 是非常非常眩龙眼霜的 然后我之前买那款眼霜用了一年多 一年半的样子还没有用完 所以说呢我觉得有一些变质 然后这次呢我又买了一款新的眼霜 这款眼霜是焦日师他们家的一款眼霜 其实我每个店买东西吧 步骤很简单 就是我会去找一下免税店的那个排行榜 就是最热销的东西从高到低的排行 然后我会去查一下小红书 大家对它的评价 然后再结合一下免税店是否有货这个情况 然后最后再选一款眼霜 当然了价格也非常重要 我觉得这款眼霜的价格在免税店的价格来说的话 刚好是我可以接受的 并没有特别高 然后呢又不像那种 我之前有用过The Face Shop那个接骨木 就是那种非常非常便宜的大概我说100块钱的眼霜 那个眼霜对我来说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任何的效果了 这款眼霜我使用过一两次了 我觉得它的质地非常好吸收 但又不会至于那种让你觉得马上都吸收掉 然后眼下没有任何滋润的效果 不会 所以说目前为止 我只用两三次感觉还不错 等将来如果说我觉得非常好用的话 我也再放在爱用笔里面跟大家分享 然后下一个产品呢 就是我这一次走免税店买了一个安平 对安平类的产品 其实我一直不是很喜欢用安平类的产品 然后这个产品的牌子呢 我会打在下面 是一个韩国的牌子 然后这个产品呢 是我之前在上一次回国之前 看了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韩国YouTuber 他是走免税店每一次都会买12瓶这个 所以说我比较好奇 但上一次没有买 然后这一次我去免税店买的时候 发现他断货了 因为其实这种韩国的小众品牌 基本上不会断货的 然后我去小红梳理一下 发现李佳琪好像在某一个频道上面 推荐了这一款东西 所以真的是李佳琪推荐什么 基本上哪都会买断货的这种节奏吧 然后这个好像是一个维他命型的安平 然后具体的效果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值得跟大家推荐的 就是因为我开了一瓶嘛 然后他原始的瓶子是长这个样子的 然后你使用的时候需要把这个黑色的按钮按下去 里面会出来一个黄色的 类似于精华的东西 然后跟底下这种类似于精油类的这种东西混合之后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他会附送两个这种 就是我们说这种试管型的 比较好取里面的精华的这种瓶盖 对 然后这个产品我用了大概三天左右的样子了 我回来从我回家第一天跟晚上开始就开始用 四天了吧三四天的样子 我觉得真的是有效果的 就是那种让你的皮肤更加的软的效果 我觉得它没有什么美白的效果啊 不过用完它之后我的肤质确实得了改善 而且这个产品它是这种就是 这种混合型的产品吧 然后这种产品呢 基本上就是有一定的使用周期的 这个东西开完之后 好像只能使用一周到两周 好像都不能 只能使用一周到十天的样子 所以说开完之后 我建议大家赶紧用完 然后下一个产品呢 就是一个护发的精油 就是我头发我跟大家说过 在我这次用那个泡泡染发 换了牌子之后 我发现我这次泡泡染发 染完头发 柴得非常厉害 就是我自己从来都没有过 感觉自己的头发这么干燥过 所以说我最近开始使用护发精油了 然后我之前有跟大家说过 我用一个韩国的牌子 然后这次其实本来我是想在美术店 买一点那个护发精油的 然后我就首先去YouTube上面 搜索了一下韩国的YouTuber 他们会在美术店买哪些东西 很多YouTuber会买这一款产品 就他们家这个牌子的护发精油 然后他们家除了这个 这个是白茶系列的 还有一个最经典的这种黄色系列的 然后这瓶呢 是我买这个收到的中样吧 对应该是中样 我是看小树书上说 他们家的这个护发精油 有一点香奈儿 可可小姐香水的味道 然后我闻了一下 这款是真的有点像 但是其实我个人是并没有很喜欢 香奈儿的香水的味道的 我可能是觉得它比较的 大地上都是都是吧 所以我并不是很喜欢 但是还好 因为我个人喷护发精油 用的量不是很大 所以说在我头上也只是淡淡的味道而已 所以可以接受 对 然后用完之后 我这次大概回来用了两三天吧 我觉得也还不错 但是呢 还跟大家说的是 因为这次的产品 其实很多我都没有用很久嘛 比如说如果发现了更好的优点 或者缺点呢 再分享给大家 OK各位 那我们现在进入第二类产品 就是工具类产品 工具类产品呢 这一次我在韩国的米饰店买了很多的刷子 然后刷具呢 我基本上买都是韩国的一个牌子 叫毕加索 他们家的刷子 他们家的刷子在韩国的刷具里面 算是比较偏高档的牌子 比较贵的刷子 然后说实话 我一开始就是在 我没有学过化妆 没有学过彩妆的时候 我对刷具是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的 我觉得刷具毛的 能上眼影 能打腮红就OK了 但是后来再慢慢的接触 美妆这个怎么说 行业来说的话 我觉得一把好的刷子 对于我来说 可能真的还蛮重要的 所以说在我之前 也买了很多毕加索刷子的前提下 我觉得他们家的刷子 是非常好用的 对于我来说 或者说我觉得 在免税店以免税的价格 购买这个刷子是比较值得的 当然了我并不建议大家 用正价买他们家的刷子 我觉得正价买的话 他们家刷子还是偏贵的 然后因为我将来是有打算出一个 就是他们家的刷子 或者说分享一下 我最喜欢用的刷子 这么一个视频 所以说呢 今天就不在这里 跟大家详细介绍了 就跟大家说一下 我都买了哪几款刷子 首先是这个108这个刷子 这个刷子呢 我主要是用来打腮红用的 其实比加索的刷子 大家经常应该在很多 韩国的美妆博主 或者大家经常看Pony的视频 应该你能经常见到这些刷子 然后第二把刷子是 205A 就是他们家205A 206A 207A 三把刷子 就是非常适合眼窝的 这种全扫型的刷子 然后206A跟207A 我已经买了 所以这次买了一个205A 然后呢 接下来的一把刷子 就是Pony14 就是Pony跟 毕加索合作出的一把刷子 这把刷子是在他们家 所有刷具系列里面 非常非常适合打高光的一把刷子 下一把呢 是毕加索的602号刷子 这把刷子就非常适合 用来打阴影 其实我觉得 就是扫阴影这件事情吧 大家根据个人的取向 来选择刷子比较好 因为寒妆来说的话 并不是很常见在 颧骨下面 就是比如欧美妆 比较适合在 颧骨下面打一些 稍微重一点的阴影 然后凸显这个颧骨 但是寒妆并不是 寒妆一般会把阴影打在 就是脸的轮廓这个位置 所以说呢 这种比较蓬松的 就是取粉刷 会比较适合用来打 这种大面积的阴影 然后下一把 这个遮瑕刷 就是毕加索的195号刷子 就是之前Pony也经常说的 这个胡萝卜刷子 非常好用的一把遮瑕刷 然后下一把呢 是这个毕加索的217号刷子 这把刷子既适合用来 做这个眼窝的打底 也适合用来做眼窝的预染 然后下面就是一把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402号是一个眉书 最后一把呢 就是这个毕加索的19号刷子 还是应该他们家最老的一个系列了 我最后买这把刷子呢 就是这种 大家可以看到是一种 类似于小火苗形的刷子 但是这把刷子 它的刷头非常的有弹性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可能比较适合用在这个下眼尾 然后下一类要跟大家分享的产品呢 就是彩妆类的产品 这次是我回来 没有买眼影 也没有买腮红 就是大列的看一下 买了一些妆前底妆 还有遮瑕类产品 所以这次跟大家赶紧来分享一下 然后首先呢 就是这款 MAC他们家这款primer 之前我 非常宁少无知的时候啊 吃过一两个 就是妆容的食品 也是用这款产品 然后我们家那款已经用完了 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补货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款产品的 但说实话 我觉得我最近开始往混干 就是走势 往混干走了 所以这款产品我还能用多久 我也不是很清楚 就这次回来 我是越发的发现我的皮肤真的是越来越干 就到了一种没有办法挽救的地步 然后下一款产品呢 我买了一个资生堂 他们家这个防晒棒 就是我不知道 大家是不是都知道 我见过这款产品啊 就里面是这种胶状的棒 就是涂在身上 就可以起到一个防晒作用的 然后呢 我觉得买它就是因为比较方便嘛 随时补一补 因为其实脸上除了我们在擦防晒的过程当中 我们还会擦一些粉底液 也有一定的防晒值嘛 但是身上呢 基本上我们擦完防晒出门之后 我觉得可能因为太阳 或者自外星那些原因 很多的防晒产品是有实效性的 所以说有一款这种产品 在身上随时补一补防晒就很好用 然后这款产品 其实也在经常在美学店断货了 所以大家如果想买的话 应该要经常去check一下 他们的进货时间 然后下面呢 我拿到两款睫毛膏 一款呢 只有这个赫雷纳他们家睫毛膏 其实赫雷纳他们家睫毛膏 对我来说真的是又爱又恨 我很喜欢他们家刷睫毛的效果 但是说实话 他们家睫毛膏在我脸上了晚上 基本上上午上妆之后 如果我真的要熬到晚上 八九点 可能要熬十个小时左右的话 就会睫毛 尤其是眼下这部分地方 就会有一点晕妆的现象 所以说其实但是我又很割舍不了 他们家这种刷起来的效果 所以没有办法 所以就买了一个他们家这个蕾丝型的 去年我买那款是爆纹型的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kissme这个睫毛膏 这睫毛膏准备带去美妆学院 因为我们学院给的那个睫毛膏 已经干掉了 用了一年了嘛 用了半年了吧 半年多了 对已经干掉了 所以这次我买了一个 带去学院化妆课的时候使用 然后下面要跟大家说三款 就是NARS他们家的遮瑕类产品 我买了一个遮瑕膏 还有两个遮瑕液 颜色上我觉得没有必要跟大家展示了吧 因为很有名的颜色都是 首先他们家我买了一个 Light 3 Honey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就是一种偏橘调的颜色 比较适合做黑眼圈的遮瑕 但是今天我并没有好好做完遮瑕完全的上来 因为如果大家看到这期Vlog就知道我今天的时间其实非常紧 拍完这个视频我赶紧出门 所以今天我遮瑕也没有做好 因为我还没有用这个产品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 纹尼拉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用来提亮 或者是做一些 如果皮肤白的朋友们 做一些这种痘印的遮瑕都是可以的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 就是这个膏状的遮瑕 也是纹尼拉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呢就是它会比它这个液体状的遮瑕要稍微暗一点 然后而且是膏状的嘛 我觉得对于遮这种痘印会比较靠谱一点 其实本来我个人是没有买过很多遮瑕类产品的 因为其实说实话我脸上痘痘并没有很多在之前 但是由于解决期我可能压力比较大吧 所以内分泌整个有点紊乱 所以脸上经常爆痘痘 所以说没有办法我就买了一堆遮瑕类的产品 然后下一个产品呢就是我这次买的一款粉底液 就是指针就他们家这一款 具体的中文叫什么我并不是很清楚了 但是这个确实是一个新上类的粉底液 大概是今年二三月份三四月份开始吧 我还在YouTube上开始见到疯狂的广告 在推这一款粉底液 然后我去查一下它的质地 应该是比较适合那种混油皮肤 然后比较轻薄的那种适合夏天使用的粉底液 然后这款产品呢我还没有使用过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色号 我买的色号是774号色 应该是黄调里面最白的颜色吧 这款色号是我去韩国的专柜的时候 柜姐给我推荐然后试色的颜色 我觉得还行 但是说实话我现在有点胆战心惊 是因为其实说实话我们在柜里面试的粉底液 因为柜里的灯光非常好嘛 所以说可能会觉得很自然 但是用起来也有买虾的情况 所以说等我试了这批粉底液 在Vlog里面跟大家在一起分散它的使用感 然后下一款产品呢 就是Too Faced他们家这款高光 这个产品其实被我一个朋友种草的 然后我让我朋友过去推荐一款高光嘛 因为我从开始化妆到现在 好像就用过一两款高光都是卖的 然后我就问我朋友 因为我朋友很喜欢喜欢高光 就是我们推荐的高光嘛 然后他说Too Faced这个钻石还可以 你们那儿免税店有卖吗 我说好像有 然后我看了一下 这款高光在免税店里面的价格 当然了以我的这个等级程度啊 买下来可能还不到200块钱人民币 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说 我说有啊200块钱不到吧 然后朋友说200块钱不到 我买的好贵的你就买吧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这个产品 然后我今天其实打了高光 是用这个打的 不过打的非常淡 所以大家应该也看不太出来 这个高光呢 就是有一点点偏白色 有点偏蓝光那种高光 就是说如果比较不喜欢 这种蓝掉高光的朋友们 可以不买这个 终于到最后一类产品了 我觉得我这个人就是个话了 我本来觉得这次东西买的 没有种类很多 所以说可能十分钟之内就可以搞定 然后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拍了半个多小时了 那你赶紧的来说一下最后的产品 最后的产品呢 就是视频类的产品 首先第一个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我这次在美术店买的一个最贵的产品 就是一款这个包 然后这个包 这个牌子是哪个国家的 我具体的没有查好 然后我之前有跟大家说过 我买过他们家的一款钱包 就是在一个开包视频里面 我当时用的钱包就是他们家的 然后这次呢 我走他们家也买了一些东西 首当其冲呢 就是他们家这款包 这个包呢有一点点像那种 怎么说也不是像 它就是一个饺子包那种类型 然后材质呢是纯牛皮的 其实我个人本来是想买一款 就是类似于这种饺子包 这种大小 想买一款黑色的包的 但是因为美术店黑色的包 基本上都断货 就买不到 所以说呢最后买了 折中了一下 买了这种有一点点奶白色 或者是怎么形容 本白色 就这种看起来并没有很白的这种白色 我现在是找不到形容词了 反正就类似于这种颜色的一款包 然后里面的大小呢 也非常的能装 就是我上学的话放我的书 包括我的pad 然后些夹 些夹都可以OK的装下了这么一款包 然后第二个跟大家介绍 就是这个护照夹 这款护照夹的颜色呢 其实说实话比起 那个来说 它是那种 相机里面可能看不太出来 是那种偏肉粉色的这种底色 这样看起来可能真实一点 肉粉色这种底色 然后上面戴着他们家 很标志性的这个钻石 因为他们家很多的系列 都有这种钻石型的系列嘛 然后里面就是很简单的一个 可以放护照 然后加一些卡的地方 其实一个护照夹 对于我们这留学生来说 我觉得还是蛮必要的 之前我买的一个护照夹 用了四年多 是一个就是文具店里面买的护照夹 然后已经烂掉了 所以这次呢 我都每天都买了一个这种护照夹 然后下一个产品呢 也是他们家的 我这次他们家买了三个东西 就是他们家的这款钱包 这个钱包呢 比起这个来说颜色要更加白一点 在相机里面也能看出来 然后是他们家的 应该是今年初的一个款吧 反正之前我是没有见过 我买它也是觉得 这边有一个小钻石嘛 也蛮可爱的 之前我一直用的是卡包 我跟大家看一下我之前用的卡包 卡包也是他们家的 就我之前一直带着这种卡包随时出门嘛 基本上已经很脏了 就跟大家仔细看了 然后我最近发现呢 就是我又开始有需要用这个现金零钱的 这么一个现象出现了 因为本来我是觉得 就在韩国嘛 便利店啊超市啊 都可以刷银行卡都OK 但是因为我这一学期开始 王爱跑的频率更加频繁了 我经常需要去给公交卡充钱 因为我没有办那个银行代扣公交卡的业友 我觉得那样有点危险 所以说我就没有办 然后我一直需要往公交卡里面充钱 所以我身上经常需要携带现金 而且我们学校的一些便利设施 比如说打印机啊什么的 也都是需要用现金充值的 所以说呢 我这次又买了一个 可以放现金的这么一个钱包 然后这边呢 还有一个可以放一些硬币的 这么一个小袋子 就是用起来比较方便嘛 我个人不是很喜欢用大钱包 我觉得大钱包有点浪费 对于我来说 每天需要带来身上的东西 无分就是身份证 英文卡跟一些简单的现金 所以说我比较喜欢买这种小一点的钱包 我觉得还帮 然后下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产品呢 也是一个视频类的产品 我这次走这个韩国的免税店的 潘多拉买了一个这种项链 长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掉转呢 应该是潘多拉里面比较经典的一款了吧 然后是这种蓝色的有点像 宝石 但我估计这个是不是宝石 我也不是很清楚 的这么一款项链 然后外面这个银链呢 也是在潘多拉他们家配的 韩国的免税店的潘多拉价格呢 大概在中国专柜价格的一半 如果说你赶上打折 说你是VIP会员的话 可能还要再低一点 这个呢 我只能说跟大家分享一下样式 就是我买了这么一款产品 如果大家喜欢 或者喜欢他们家其他款式呢 可以去免税店自己去看一下 然后最后一个我要说的产品呢 就是这个 很多朋友们应该 对应该在我下周的Vlog里面 会经常出现的 就是这个Cookie的这个 暖手炉间充电宝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可爱的产品啊 然后喜欢防弹的朋友们 应该觉得蛮好玩的 这个产品呢 是去年冬天的时候 BT21系列里面出的一款产品 它是一个暖手炉间充电宝 就是如果说你长按Cookie 这边耳朵的这个按钮的话 这边这个灯 可能看不太清楚 对 这个红色的灯会闪烁 这个红色的灯一旦闪烁呢 就代表它进入了一个 暖手宝的模式 现在呢 其实我拿在手里 可以感觉到 这个Cookie在迅速的加热 然后如果你长按 这边这个按钮呢 所有灯全部灭掉 然后这个东西就关上了 然后如果你按一下 所有的蓝灯亮起呢 它就会变成一个充电宝 所以说这款产品 其实还是一个蛮 怎么说 方便的产品 唯一的缺点 可能就是 其实也不算缺点吧 就大家能看到 这种大小容量的电池 能有多少呢 我记得好像也就是 7000毫安的样子 就这个电池 因为我把那个 说明书给扔掉了 所以说我具体也不记得 反正就是它这个充电的 容量很小 最后呢 要说一个产品 就是也没什么好说的 因为这个不是我的 是我给我妈妈买的 一个东西 对 因为这次 其实我之前在 微博上跟大家征集了 要跟父母买什么礼物嘛 然后很多人 给了我很多的意见 但其实我想了半天 都没找到一个 合适的东西 然后最后我决定 给父母两人 一人包一个红包 因为这次毕竟 收了一大笔的奖线金嘛 对 所以说准备 给爸妈一人 包一个红包 然后这个产品呢 是我送给我妈的 一个小东西 虽然说没有单独 给我爸买东西吧 有一点亏欠他 爸在那边好像在睡觉 就有一点亏欠他 但是说实话 因为我确实不太知道 我爸缺了嘛 因为这个东西 是我妈妈明确的说 她想要的 然后因为我用香水 一直是用那种中小样嘛 我很少买正装的香水 就是对于我来说 香水就是喜欢那个味道嘛 但我可能一瞬间 又爱上别的味道 所以说基本上 就是买中小样 然后来回喷那种 之前我买了一个 祖马龙 他们家的一个中样的 其实我买过好几个中样 买过他们家的 橙花的中样 买过他们家 那个罗勒 雨清宁的中样 然后她买过这款 就是牡丹的中药 然后我妈妈最喜欢这个味道 她之前用了我那个香水 之后觉得 好好闻啊 你这个好好闻 多少钱在哪买的 然后我没跟她说 真实的价格嘛 然后我妈就很喜欢这个味道 所以这次呢 露龙他们家的 预定一直有折扣 而且力度非常大 所以说我就给她买了 一颗这个 橙花龙的香水 那以上呢 就是我这一次 美术店购物分享的 全部内容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赞 订阅关注我的频道 或者通过关注视频 结尾的社交媒体 了解我的最新信息 跟更新动态 那我们下一个Vlog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 我们下一个Vlog视频